今天我姐家孩子们都来我家玩了 点名说想吃我做的千里香小馄饨 想吃咱就给它做啊 正好天冷了 让孩子们喝上一碗热乎的馄饨汤 也舒服 我做千里香小馄饨可有个小面招 做出来特别好吃 这得用八分瘦二分肥的肉 挑出肉馅才香 馅得多的细腻一点 肉馅里磕点鸡蛋 放点生抽 少来点老抽上个色 再放点蚝油 稍微来点盐 松茸条味链来点 肉馅得放点十三香 提前熬好的花椒水 少量多次放进去 一起搅 加末小葱花放进去 喝上热油 激发去香味 最后再来一点小香油 拌匀它 咱的香就调好了 这香调的好香啊 行了 先放到一边 我再去切个葱姜蒜 熬个料油 还得再准备点洋葱丁 混到一起剁碎它 油热了 把切好的料炸一下 这可是千里香小馄饨 好吃的秘诀 炸微微焦黄 就行了别炸过了 里边带来点小虾皮 多放点下 开始包馄饨 包起来也快 孩子们一会儿就能吃上了 让它稍微蹭一点水 我给你剁包馄 那两个包还要快 没事 我爹包也没事 那把那两个包 行 那咱们一会儿就吃饭了 看咱俩的包馄饨还不一样啊 让咱俩包住 包住就行了 对对对 包馄饨都行 水开了下馄饨 碗里放点紫菜 香菜 虾皮 还有胡椒粉 再来一勺咱们熬的料油 再稍微来点生抽 浇上一碗馄饨汤 千里香馄饨这就做好了 热腾腾的 打梦天让孩子们吃一碗 别体多舒服了 走 打开饭去啊 馄饨好了 来都快冻筷子吃饭 快吃饭吃饭 哇哦 我真爱吃的馄饨 许许有那么夸张吗 当然是啦 我就喜欢吃馄饨 快吃 吃饭馄饨茶真是偏肚脸 下午今天带你们出去去玩 行不行 行 吃饭馄仔 吃饭馄饨